哈喽各位高专的小伙伴 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啊 这两年市场上超豪华高性能SUV可以说是风起云涌 相信大家心目中也都有各自最爱的那一台 今天啊咱们就和飞驰人生的人物原型 四次CTCC冠军车手 也是我们高专的好朋友张真东一起聊聊 看看这位顶尖的高专青年 他是怎么看待这些高性能豪华SUV的呢 东哥日常生活当中会喜欢开SUV吗 大家也知道虽然我的工作是一名车手 开的都是赛车和跑车居多 但日常代步呢我其实更喜欢开的是SUV 因为它的视野可以让你在复杂的交通环境下面 从容的去开车 使用的场景也更多 在200万这个级别的SUV里面呢 其实竞争非常的激烈 大家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性格 那这么多的高性能豪华SUV 哪台是你的菜 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会选阿顿马丁DBX或者大技 这两台车在我眼里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像DBX大多倾向于速度和品质 它不但有很足的一轮调性 而且驾驶感也同样让我在日常中非常得心英雄 甚至比如周末想去山路跑一趟 它的性能都是足够的 那大技就是另一种相对比较粗犷的风格 它可以带你去的地方更多 各种狂野的路应付起来都不在话下 给你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非要从这两台里面选一个 你更喜欢谁 我会选择DBX 和大技相比 DBX在生活细节上会让人觉得更绅士 比如挂挡的仪式感 还有呢在开车时候我需要更好的掌控感 DBX在方向盘中央的后面有个凹陷 让人打方向的时候呢 能够有一根手指扣进去 很舒心的感觉 而且DBX的操控性在SUV中是很突出的 加速 刹车 甚至声音 在弯道时候你的机质感受都是我很喜欢的 而且当你想放慢脚步给自己一些思考的时候 它同样可以给你更加舒适的环境和氛围 一台好车一定有自己的性格 可能来源于设计师的理念 也可能是一个100年品牌的传承 和积累的文化底蕴 选车就是选自己的朋友 要找到和自己志趣相同 共同进步的一台车 想具体了解这两台车的性格 记得关注《高传之图》 之后关于两台200万集SUV的终极之选节目 相信你能得到你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